马上就要过年了 为什么把春节叫过年呢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种怪兽叫年 他平常生活在海底 只有在除夕那一天才会出来 出来干什么呢 祸害老百姓 所以在除夕那一天 所有的老百姓都要跑到山上去躲起来 有一年除夕 正在大家往山上跑的时候 有一个白胡子老头 拄着一个拐棍 看上去很可怜的样子 来到村里面 村里的一个老婆婆呢 就拿了一些吃的给他 叫他赶紧吃 吃完了一起到山上去躲起来 老头就问他 这什么情况 匆匆忙忙的 那个老婆婆呀 就一无一时的跟他说了 老头就说呀 不用怕 我今天晚上就住你们家里面了 他爱怎么样怎么样了 这个老头的确有点倔 死活都劝不动他 那老婆婆呢 就自己跑到山上躲起来了 结果那天晚上 年真的来了 这个老头的确不是一般的老头 他没有慌 穿了一身红衣服 点了一挂鞭炮就出来了 年一看呢 吓一跳 扭头就跑 一边跑一边想 哎 幸亏跑得快 不然小命都没了 原来这个村还有比我更厉害的怪兽 以后啊 再也不来了 后来那个老头告诉大家 年这种怪兽 害怕红色 火光和声响 从此以后 人们就记住了 每年的除夕都记得贴队帘 挂灯笼 放鞭炮 家家户户都这样做 年就再也不敢来了 后来人们就习惯 把春节叫过年 平平安安 大团圆